交通部观光署花弄众管处 为了提升铝鱼潭观光油气品质永续发展的概念 打造了水岸各段魅力特色亮点 丰富水岸视觉景观特色 而为了进一步来迈向发展成定点度假型 与长时间停留的旅游胜地 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将EBOT方式招揽兴建国际观光旅馆 期盼能够带动铝鱼潭区域观光的繁荣发展 旅潭观光旅馆BOT案先前曾经办理公开招商 因应环保节能与疫后的观光旅游趋势 重新依市场定位检讨调整招商的条件 基地面积2000多平许可期间50年 营运权利金定额每年50万元以上 与比例权利金按年度营收入1.575%至3.6%计算 我们将希望这个地方这个场域能够建构 我们重古旅游轴线的一个 在我们北门户就是国际路线当中的 我们能够寻塑低碳绿色观光的漫游的基地 为开发定位跟结合我们的离毯的慢火 还有低碳健康旅游的理念 所以说我们来办理这样子一个观光旅馆VOT案的一个招商 那此外呢我们也在重新再检讨 我们依照市场的定位我们再来检讨我们招商的条件 那我们经过先前的一些检讨 一些大环境的基地的一个因素的影响 导致目前为止我们潜在的投资的人 投资人人属于比较保守观望的一个态度 那我们经过重新检讨市场定位 跟检讨招商条件之后呢 我们也调整刚才所说的一些增加投资的诱因 我们希望说本案能够促使促进 增加观光产业多元的发展 同时呢能够打造优质友善环境的旅游环境 当地民众也相当乐观其成 也希望VOT案一旦能够促成 也将会拉抬当地的旅游热潮 为商圈拉来更多的旅游人气 如果重管处在未来要设VOT 在我们离坛台北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应该也会带动这个观光 让我们所有我们台湾的乡亲 游客都会来到我们离坛来住宿 享用美食 我想会带动观光 我个人是认为很好的一个计划 VOT案鼓励民间机构朝向银级 黄金级的绿建筑目标迈进 非常欢迎民间机构共同参与 旅游潭景区观光投资的建设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